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爱药不言气 翻外 第一集 蓝旺姬睁开眼睛 有些茫然地打量着四周 她记得 自己睡觉前 吃了一整瓶的安眠药 为什么没死 叩叩 旺姬 醒了吗 报道要迟到了 听到门外蓝西沉的声音 蓝旺姬才反应过来 这是她在蓝室老宅的房间 看着自己稚嫩的手 我重生了 来到蓝旺姬的房间 她正在换衣服 映入魏无羡眼帘的 就是蓝旺姬精壮的后背 流畅的肌肉 只有薄薄的一层 不会显得很突出 但是却也无法让人忽视他们的存在 听到开门的声音 蓝旺姬转身看去 剑硕的腹肌 迷人人鱼线 就那么直突兀地出现在魏无羡的眼前 顺着人鱼线往下看去 那片迷人的景色 被一条黑色的长裤遮住 魏无羡知道 蓝旺姬的身材很好 但是从未这么直观地看过 蓝旺姬不穿衣服的身体 那包裹在黑色长裤里面的腿 一定是又长 又直 她突然有一种 想要蓝旺姬将裤子脱了的冲动 看着魏无羡勾勾勾勾地盯着她的身体 蓝旺姬走到魏无羡身边 把门关上 将人抱在怀里 垂下头 将魏无羡的耳垂 含在嘴里轻轻瞬息 恩敏感的耳垂被瞬息 魏无羡身体一颤 直接轻哼出声 放开魏无羡的耳垂 蓝旺姬声音低沉 带着诱惑在魏无羡的耳边轻声询问 好看吗 魏无羡此时只觉得自己的半边身体都酥了 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走了 手里准备递给蓝旺姬的情书 早已被她扔到了地上 好看 魏无羡根本就受不了蓝旺姬的挑动 她将蓝旺姬推到房门上 就直接亲了上去 蓝旺姬也不反抗 任由魏无羡的双手 在她的身上各处点火 就在魏无羡的手丸的 正开心的时候 她的双手被抓住 整个人也被推开了 有些迷茫地睁开眼睛 就撞进了满是情欲的毛子里 蓝站魏无羡的腹部 贴着蓝旺姬的腹部 有些难受地蹭了蹭 轻声哼唧着 我难受 蓝旺姬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弯下腰 将魏无羡打横 抱起来 就往床上走去 魏无羡觉得 这一次 她一定能和蓝旺姬 修成正果的时候 她发现 蓝旺姬竟然会用手帮她 灭顶的快感袭来 魏无羡只觉得 眼前一阵发白 整个人有些飘飘欲鲜 感受到蓝旺姬起身离开 魏无羡抬了抬眼皮 声音发飘地问道 蓝站 要我帮你吗 不用蓝旺姬的声音有些阴雅 她去了卫生间 打湿了一条毛巾 帮魏无羡仔细地擦拭着 哪怕刚解决完 被蓝旺姬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擦拭着 竟又隐隐有些要抬头的迹象 蓝旺姬快速擦拭完 将魏无羡的裤子穿好 给她盖好被子 蓝站 真的不要我帮你吗 魏无羡再次申请 想要出站 但是依旧被蓝旺姬给拒绝了 不用 早点回去休息 我去洗澡随后蓝旺姬便去了浴室 听着浴室里面的水声 魏无羡快速地脱了自己的衣服 钻进了蓝旺姬的被子里 哪怕她和蓝旺姬早就互通心意了 她还是没有和蓝旺姬一起睡过觉呢 当然蓝旺姬大早上爬床不算 刚要闭上眼睛 睡觉的魏无羡 想到了自己来找蓝旺姬的事情 赶紧起身去寻找自己拿来的信 总算在门旁的地上找到了那封情书 蓝旺姬洗澡的时间比平常要长 魏无羡等的快要睡着了 她才一身水气地从浴室出来 蓝站 你好慢听到魏无羡抱怨的声音 蓝旺姬的身体一僵 有些诧异地看着魏无羡 你怎么还没去睡觉 魏无羡盖着被子 她还真没有发现 魏无羡此时已经将衣服都脱了 我今天你想要在你这里睡 魏无羡调皮地眨眨眼睛 那双诱人的桃花眼里春光练燕 让蓝旺姬忍不住地想要沉溺其中 好不好吗 看着蓝旺姬没一口答应 魏无羡软了声音 好蓝旺姬只觉得口干舌燥 刚刚洗的凉水澡 好像没有用 看到旁边手机上的时间 蓝旺姬有些心惊 今天是她去云生高中报到的第一天 也是和魏无羡第一次见面的那天 顾不得其他 她换好衣服 急忙洗漱了一番 就拉着蓝旺姬出了门 哎 昨天不是还说不用我送的吗 蓝旺姬被拉了一个亮枪 昨天晚上他专门问过蓝旺姬需不需要他去送 蓝旺姬明确表示了不用 谁知道今天就这么着急 哥 今天有件事要你帮忙 拜托了上了车 蓝旺姬满脸紧张地看着蓝旺姬 前世魏无羡去世后 她的精神一直很低迷 要不是魏无羡留下遗言 要她照顾她的父母 可能在得知金光瑶和江婉莹 被判死刑的时候 就随魏无羡走了 当时只有身为医生的宋子称 发现了蓝旺姬的不对劲 一直陪着她 和她聊魏无羡的过去 才慢慢地将她从那个深渊里拉出来 只是后来魏无羡的父母去世之后 她实在是坚持不住 才选择了服药自杀 也是从那个时候她才知道 原来魏无羡并不是先联系了寄养家庭的 还是他们军训的时候 江家找到的宋子称 先是表示出自己和魏长泽 小心越是同学 之后宋子称也是经过调查 才在军训后 才将魏无羡送到他们家的 宋子称是知道江峰眠的小心思 他不过是想要借助魏无羡的身份 来做一些事情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爱要不言气翻外 第二集 原本宋子称想得很简单 江家的人只要好好地对魏无羡 那么利用魏无羡的身份 来发展他们的公司 也是可以的 只是没有想到 江婉莹会做出那种事情来 对于魏无羡的死 她也感到很愧疚 如今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江峰眠现在还不知道魏无羡回国了 魏无羡现在还住在酒店 若是现在 她将魏无羡带回家 那么未来魏无羡就不会遇到那些事情 她这一世会将她保护得很好 等到蓝旺基到达学校门口的时候 并没有遇到宋子称和魏无羡 一直等到学校门口没有人了 蓝旺基才放蓝西辰离开 她自己往教室走去 前世他们就就是同班同学 那么这一辈子 她和他一样也会是同班同学 果然 来到记忆里的班级 蓝旺基就看到了安静 坐在座位上的魏无羡 她深吸一口气 压下内心里的情绪 走到魏无羡身边问道 同学 这里有人吗 和前世一模一样的情景 魏无羡扬起一个大大的笑脸 对蓝旺基道 坐吧 这里没有人看着魏无羡脸上的笑容 蓝旺基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放下手里的书包坐在了魏无羡的身边 我叫蓝旺基 你叫什么 蓝旺基决定 还是要先打破僵局 魏无羡听到蓝旺基的话 一双桃花眼 顿时笑成了月牙 我叫魏无羡 很高兴认识你 如果仔细听 就能听出来 魏无羡的口音有一丝不自然 你是哪里人 蓝旺基含笑看着魏无羡 他要尽快得到魏无羡的信任 我 我不是姑苏本地人 是外地人 外地人 那你要住在学校吗 云生高中是有宿舍的 条件也是不错的 唯一不同的是 住校需要监护人的签字 魏无羡在国内没有监护人 军训结束之后 他就不能在学校住了 魏无羡咬了咬唇 眼底闪过一丝失落 他不仅没有监护人 甚至还联系不上自己的父母 我还没有找到寄养家庭 还没有监护人听到魏无羡声音的低沉 蓝旺基知道 现在的魏无羡 心里是有些敏感的 敏感不想要自己刚认识的朋友看低他 你需要寄养家庭 到我家怎么样 蓝旺基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是蓝氏集团总裁蓝锡成的弟弟 这云生高中的校长 是我叔父 你要是来我家寄养 一定不会有人欺负你的 魏无羡看着蓝旺基的样子 有些感动 第一次见面就对自己这么好 他觉得这个国家 也不是那么难以适应 好啊 魏无羡在蓝旺基身上 感受到了温暖 是那种他一直想要的家庭的温暖 所以他想都没想的就答应了 因为今天只是报到下周才开始军训 所以当天下午 发完课本 众人就离笑了 宋子琛现在还是医院的一名归陪生 他的时间很紧张 不能随时来接魏无羡 本以为要自己一路打听回酒店的魏无羡 就被身边的蓝旺基握住了手腕 你没有家长来接 知道怎么去酒店吗 我送你回去蓝锡成的工作 同样也很忙 所以来接蓝旺基的是他的司机 将魏无羡送回了酒店 蓝旺基并没有离开 而是跟着魏无羡去了房间 魏英 你不是要去我家寄养吗 要不现在就收拾东西吧 今天就搬到我家 明天我就让我哥去办手续 蓝旺基刚遇到魏无羡 一刻也不想和魏无羡分开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见到魏无羡脸上的笑容了 魏无羡犹豫了一下 他拿出手机给宋紫琛打了个电话 今天上午 蓝锡成就按照蓝旺基的请求 去市医院接触过宋紫琛 为的也是魏无羡的祭养 所在魏无羡给宋紫琛打电话 将这件事说明白的时候 宋紫琛当即就同意了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魏无羡 就被蓝旺基接到了他的家里 哇 你们家好大 魏无羡看着坐落在半山腰上的蓝室老宅 震惊不已 虽然大 但是住的人不多 显得有些空旷了 欢迎你来我家 以后也是你的家了 蓝旺基欣慰地看着魏无羡 这一世我终于是将你护在了身后 以后万干的风雨 我来替你抵挡 你只要开心快乐就好 蓝旺基将魏无羡 安置在他住的那个小院落里 魏无羡打量着周围 对任何物品都觉得兴起不已 蓝旺 这个院子好大 要是能有一个秋干 就更好了魏无羡在院子的草坪上跑来跑去 好 你还想要在院子加些什么 蓝旺基宠溺地看着魏无羡 只要是魏无羡想要的 他都会满足 这么大的院子 就我们俩住吗 魏无羡的眼里带着星光 满脸笑意 认真地盯着蓝旺基 对 只有我们两个人住 魏无羡激动地挥了挥手道 那我可以养宠物吗 养个兔子 兔子的性子比较安静 想来蓝旺基是不会拒绝的 当然可以 蓝旺基笑着点头应下 魏无羡在院子又跑又跳 不知疲倦地玩了一下午 连日来在陌生国度 一个人生活的恐惧 总算在这一个下午发泄了出来 晚上吃完晚饭的时候 只有魏无羡和蓝旺基两个人 蓝西成是因为有应酬回不来 蓝旗人最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整日的见不到人 两人吃过晚饭之后 就在蓝旺基的房间里修 戏 蓝湛 你为什么这么好啊 魏无羡双手脱腮 有些疑惑地看着蓝旺基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在开学的第一天 遇到蓝旺基这么好的一个人 不仅给他住的地方 晚上还让保姆给他做了那么一大桌的吃的 还都是他喜欢的 因为是你啊 蓝旺基眼里带着些许的伤痛 若是 他回过神 这世间根本就没有落实 前世魏无羡已经受过苦了 今生他只要让魏无羡不再受苦就可以了 魏无羡这一夜睡得很安心 他对他的未来又有了新的期待 他未来会更美好 更加的光明 第二天 蓝旺基拉着蓝西辰和魏无羡 去办理了寄养手续 从此之后 魏无羡就是蓝家的一份子了 蓝旺基也曾经犹豫过 若是魏无羡真的来了他们家 他们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在一起 但是在看到魏无羡脸上幸福的笑容时 这些顾虑对他来说 已经不是顾虑了 他只要照顾好魏无羡 让他这一生幸福就可以了 开学的第一天就要军训 所有人的都要住校 而这个时候 市医院的急诊科 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宋医生 是这样的 我叫江丰棉 我和常泽是好友 听说他的儿子 在找寄养家庭 不知道能不能自荐一下 看着江丰棉脸上讨好的笑容 宋子琛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有些不舒服 但是他的性格很温和 所以他开口对江丰棉道 江先生 首先很感谢您对吴县的关心 之后便是很抱歉 吴县已经找到了寄养家庭 手续已经办好了 你来晚了 真是抱歉 江丰棉有些诧异的 看着宋子琛我来晚了 他在接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就来找 宋子琛了 谁知道还是来晚了 是的 吴县的寄养家庭 是他的同班同学 是姑苏兰家 哦 听到是兰氏 江丰棉想要抢人的想法 直接被他给掐灭了 这兰氏不是他能得罪起的 当年在魏长泽出国之后 他百般打听 才打听到魏长泽的一点点工作情况 现在魏无羡的身份这么好 只要他利用得当 家里的小公司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离开医院实在是不甘心的江丰棉 又去了云生高中 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之后 做好了登记 就去办公室等着魏无羡了 正在军训的魏无羡 突然被人叫走了 蓝旺基有些担心 但到底还是没有跟上去 有些事情 是需要魏无羡自己来做出决定的 魏无羡来到办公室 就见到了自称是他爸爸同学的叔叔 你好 你找我有事 魏无羡有些疑惑地看着江丰棉 你就是吴县吧 我是你爸爸的同学 我叫江丰棉 你可以叫我江叔叔 江叔叔好 魏无羡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吴县 我听说 你现在是住在你同学家 要到我家里来吗 我家里有一个和你 差不多大的弟弟 江丰棉的想法和简单 他去和蓝氏抢魏无羡 是不可能的 但是魏无羡要是自己选择不在蓝氏去江市 那蓝氏也拿他江家没有办法 不用麻烦了江叔叔 我觉得住在蓝氏挺好的魏无羡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再见到蓝旺基的第一面 他就对蓝旺基产生了深深的信任感 所以他答应了要去蓝家 在蓝家的这几天 虽然很少见到蓝锡城和蓝启人 但是他们对魏无羡的态度也还不错 蓝启人甚至还给魏无羡买了不少的衣服和东西 他所有的吃喝都是和蓝旺基一样的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爱要不延弃翻外 第三集 再加上蓝旺基对他也特别的好 想要什么 只要他提一句 蓝旺基就会让蓝锡城安排上 他觉得在蓝室挺好的 他不想要离开 无羡 你才刚去蓝室 还不知道 蓝室现在的当家人 蓝启人是一个特别古板的人 规矩也多 我就是 怕你在蓝室会过得不开心 听到江峰眠诋毁蓝启人 魏无羡的眉头 顿时就拧在了一起 他不满地看着江峰眠道 我就是喜欢蓝家 就算蓝叔父是一个古板的人 我也愿意江峰眠没有想到 不过才几天蓝家 就把魏无羡笼络住了 这样更是让他不好拉拢魏无羡了 只能语气严肃地对魏无羡道 无羡 他们想要你寄养在他们家里 是因为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可以让他们家的产业 更上一层楼那又如何 我寄养在他们家里 他们没有收我一分钱 还给我吃 给我住 不过就是借助身份而已 我又不会少块肉 魏无羡说完转身就走 他不喜欢江峰眠 他更喜欢蓝启人和蓝西辰他们 看到魏无羡回来 蓝忘机他们也正好在休息 他急忙上前担忧地询问魏无羡 老师找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哼 魏无羡有些生气的 冷哼一声就对蓝忘机开始抱怨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我爸爸的同学 非要我去他们家住 我说不去 就说你们家这里不好 哪里不好 甚至还说蓝叔父是一个古板的人 还说西辰哥哥是想利用我的身份 让蓝家更上一层楼 魏无羡的脸色气得通红 他不满地继续说道 那又如何 西辰哥哥真的需要 为什么不能用 我在你们家住着 不给钱 不给东西的 你们拥用我的身份拿点便利 又怎么了 看着魏无羡气的小脸通红的样子 蓝忘机的心里有些发酸 魏无羡的心思是真的单纯 只要你对他好一点点 他就会对你掏心挖肺的 蓝湛 你放心 我是不会离开蓝家的 魏无羡最后还坚定地 给蓝忘机吃了一颗定心丸 嗯 我相信你 蓝忘机的眼里 带着些许的狠利 他还没有腾出手对付僵尸 谁知道这僵尸就先来找魏无羡了 前世蓝西辰为了让他活下去 找了很多僵尸和金氏 见不得人的秘密给他 所以现在他的脑海中 有不少的金江两家 见不得人的事情 蓝忘机觉得 江丰眠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果不其然 学校进不去的江丰眠 在他们军训结束的时候 在学校门口 等着军训结束的魏无羡 爸 你是来接我的吗 江丰眠在从学校出来的第一时间 就见到了江丰眠 顿时开心得不得了 一直以来 因为江丰眠和于子元的关系不是很好 就导致了江丰眠和父母的关系 都不怎么好 从小到大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江丰眠来接他 江丰眠有些心不在焉地 安抚了江丰眠两句 就依旧点着脚 在出校门的一中学生里面 寻找着魏无羡的踪影 他怎么又来了 魏无羡看着门口站着的江丰眠 有些烦躁的抱怨 蓝忘机顺着魏无羡的视线看去 同样看到站在学校门口张望的江丰眠 心念一转 蓝忘机脱下自己的校服搭在两人的头上 伸出手将魏无羡抱在怀里 在魏无羡的耳边道 这样走 他就看不到了 此时天上正下着小雨 像他们这样走的人也不少 只是没有像他们这样抱在一起的而已 被蓝忘机拦在怀里 两人小跑着 从江丰眠的面前跑过去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的侧脸 心脏砰砰直跳 他觉得自己 好像有些喜欢蓝忘机 快上车 蓝忘机让魏无羡先上了车 转头看着还在张望的江丰眠眼里 闪过一道寒光 江丰眠你就等着吧 江丰眠在学校门口 最后也没有等到魏无羡 之后带着江婉营失望地回了家 吃过晚饭之后 蓝忘机去书房找到了蓝西辰 旺机 你怎么来了 蓝西辰好奇地看着蓝忘机 毕竟自从魏无羡来了之后 蓝忘机就再也没有单独找过他 哥 我们和云梦集团是不是有合作 蓝忘机没有拐弯 开门见山地问道 是啊 你有什么想法吗 蓝西辰好奇 蓝忘机从来不管公司的事 这怎么突然就想起来问这个事情了 不和他家合作了 我找到了一家 虽然规模比他家小 但是质量比他家好很多的公司 蓝忘机将自己整理好的资料 交给了蓝西辰 蓝西辰拿着资料 仔细打量了半天 最后才点了点头 行 看起来这家公司比江市要好很多 我会考虑和他们合作的 江丰眠说 你领养胃英是有目的的 他在挑拨胃英和我们家之间的关系 听到这句话 蓝西辰的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 他就说 刚才吃饭的时候 魏无羡为什么对着他欲言又止 原来是被江丰眠给挑拨了 天凉了 江市也该破产了 江丰眠一直没有放弃魏无羡 觉得只要自己在魏无羡的面前 刷的存在感多 魏无羡就会同意来他家 不仅如此 他还告诉自己的儿子江婉莹 在学校要和魏无羡打好关系 江婉莹虽然觉得生气 但是也不敢违背江丰眠的嘱托 只能时不时地去魏无羡的教室 在魏无羡的面前刷刷存在感 每一次见到江婉莹 蓝忘记就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 但是每次都被魏无羡给阻止了 蓝湛你放心就是了 我是不会去他们家的 我们不生气不管蓝忘记心里有多少的恨意和厌恶 只要魏无羡在他耳边温温柔柔地劝说两句 他就吸了所有的不满 好 听你的 那你不能看他 嗯 不看他就看你讲台上的江婉莹 还在想办法利用自身的魅力吸引魏无羡的注意 转头就看到魏无羡和蓝忘记头对头 在那里笑得十分的开心 顿时 他一种自己是小丑 被人嘲笑的感觉 想着家里自己爸爸对魏无羡的夸奖 他越发的气愤了 魏无羡 蓝忘记 你们说个话至于靠那么近吗 难道你们是同性恋 江婉莹的话 这次是很轻易就得到了全班同学的注意 一时间众人看向魏无羡和蓝忘记的眼神就变了 你放屁 魏无羡猛地站起身 指着江婉莹道 每次一下课 你就像是个小丑一样 出现在我们班里唧唧喳喳的 怎么你们班是成不下你吗 你 江婉莹没有想到魏无羡会回对他 一时间心里所有的不甘和嫉妒 冲昏了他的理智 他指着魏无羡骂道 我说错了吗 你们两个人上课 下课 吃饭 去厕所都在一起 难道不是同性恋 谁知道 你们睡觉是不是在一起 真是令人恶心 魏无羡想要上前去教训江婉莹 但是被蓝忘记给拦住了 蓝忘记站起身 眼含杀意 语气冰冷地说道 我们什么关系 关你何事 你一个三班的人在我们一班骂人 是觉得我们一班没有人了吗 蓝忘记只是一句简单的话 就将他和江婉莹的冲突 拉高到了班级的冲突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都是血气方刚的少年 听到自己班级的人被欺负 自然是不愿意 有几个健壮的男同学 上去就开始推荡江婉莹 江婉莹也不甘示弱 在被推出了一班的班级之后 他转身回到自己的班 没一会就带着一大帮的人来一班找事 两个班级为此还发生了斗殴事件 最后惊动了郑教处 了解了事情起始的郑教处主任 气得双眼都红了 指着江婉莹的鼻子大骂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一个三班跑到人家一班 去管人家干什么 你是他爸还是他妈 还打群架 你真是能耐了 我看这个学校是成不下你了 江丰眠被叫到学校才知道 江婉莹做的事情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他是让江婉莹来和魏无羡拉近关系的 不是让他来和魏无羡干架的 最后在江丰眠的赔礼道歉 主动赔偿了所有受伤学生的医药费后 学校对于江婉莹记了一次大过 就完事了 看着江婉莹的背影 蓝旺记的唇角勾起一抹冷笑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江婉莹这才刚刚开始 前世魏莹所经历过的一切伤害 我都要在你身上一一找回来 蓝战 想什么呢 赶紧走 西城哥哥来接我们放学了 魏无羡没有察觉到蓝旺姬的不对劲 兴高采烈地拉着蓝旺姬离开了学校 你们俩没有受伤吧 蓝西城刚见到两人就担心地上下打量着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爱药不延弃 番外 第四集 西城哥哥 放心 我们没有受伤 是江婉莹那个疯子没有事找事 和我们没有关系原本以为学校惩罚过 他们家也赔偿了医药费 这件事就过去了 但是江婉莹怎么也没有想到 再次来到教室 她的书本已经被人扔到了垃圾堆里 滚吧 我们不和垃圾一个般真是恶心 自己在外面得罪了人 还想要我们去给你擦屁股 人家玩得好 就是同性恋 这人和人是不是就不能交往了 你可别和我一起做 我怕你说我对你企图 不管班主任怎么调解 整个三班都没有一个想和江婉莹做同桌的 最后 江婉莹只能一个人坐在垃圾桶的附近 没人和她做同桌也就算了 重要的是 整个班级的人 不管是同学还是老师 都把她当成了透明人 我要你帮我教训一个人 拦忘机拦住温潮 从钱包里 拿出一大现金 当初江婉莹因为魏无羡的死很是得意 哪怕自己被判了死刑 她也无所谓 时不时的会给蓝忘机打电话 在电话里得意的炫耀自己当初是怎么恶心魏无羡的 也就是从江婉莹这里她才知道 原来这个时候 温潮因为不得温若涵的喜欢 她的手里是没有零花钱的 而她对魏无羡能做出那些事情 也是因为江婉莹给了她一万块钱而已 一万块钱 她现在给温潮两万 不知道江婉莹会受到什么样的折磨 温潮伸手拿过蓝忘机手里的现金 数了两遍 不亏是蓝家小少爷 出手就是大方 说吧 你想要我做什么 高一三班的江婉莹 帮我教训教训她 只要不闹出人命 怎么样都行 小意思 这件事交给我 温潮晃着手里的现金得意地印下了 对了 我听说她喜欢男人 还有记得给我拍照 蓝忘机满脸寒意地离开了学校 江婉莹 上辈子你也只是得到了一个死刑 这辈子 我要你生不如死 你去哪了 魏无羡有些不满地看着姗姗来迟的蓝忘机 去了趟厕所 遇到个熟人 打了个招呼 蓝忘机笑着 对满脸不开心的魏无羡解释 魏无羡白了蓝忘机一眼 语气不满地说道 不是说好 今天去给蓝叔父准备生辰里的吗 为什么你来得这么慢 是我的错 是我耽误了 别生气了 我们去商场 别生气了好不好 蓝忘机的脸上带着宠溺的笑容 认真的道歉 最后在蓝忘机 又许下了不少的承诺之后 魏无羡才勉强原谅了他 看着车窗外倒退的风景 魏无羡的心里 却一点都不平静 若说他以前不明白自己对蓝忘机的感情 但是现在被姜婉英戳破之后 他算是明白了 自己或许真的是一个同性恋 还喜欢对自己很好 很好的蓝忘机 在想什么 许久没有听到魏无羡的声音 蓝忘机有些担忧地询问 难道他今天还有哪里做错了吗 没事 魏无羡摇了摇头 在他还不知道蓝忘机是什么想法的时候 还是不要将自己的心事说出来了 搞不好 以后他们见面都尴尬 蓝忘机的眉心微微促起 他每日都和魏无羡在一起 魏无羡若是被人欺负了他一定会发现的 可是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个各怀心事的人在商场逛了许久 才给蓝起人选好了生日礼物 回到家 魏无羡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没有像以前那样和蓝忘机一起做作业 他有心事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 蓝忘机站在魏无羡房间的门口 抬起手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敲门 他现在不明白 魏无羡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回避他 亦是有些不知所措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魏无羡都没有想明白 无羡 忘机 老宅 距离你们学校太远了 我给你们在学校对面的小区 买了一栋别墅 正好明天周末 你们就直接搬过去吧 蓝西辰没有发现 两人之间的问题 依旧一脸温柔地看着两人 好 蓝忘机应下 看向一旁的魏无羡 但是此时魏无羡一直低着头思考问题 并没有应声 无羡 蓝西辰又喊了一声 魏无羡这才反应过来 抬起头有些茫然地看着蓝西辰 怎么了 西辰哥哥 蓝西辰没有因为魏无羡 没有听到他的话而生气 反倒是觉得 现在茫然的魏无羡 真的好可爱 他笑着说道 我说 我在你们学校对面的小区 给你买了套房子 你愿不愿意让蓝忘机 和你一起住 蓝西辰买的这套房子 确实是在魏无羡的名下 若是魏无羡不想和蓝忘机一起住 他会在旁边给蓝忘机 也买一套同样的房子 魏无羡转头就看到 蓝忘机看向他的眼里 满眼都是期待 他有些无措地避开蓝忘机的眼神 对着蓝西辰点头道 愿意 我愿意的 此时 蓝起人看着魏无羡 有些慌乱的神情 在一旁皱了皱眉开口道 蓝现 你晚上不要看太晚的书 不然白天无法击中精神 知道了蓝叔父 魏无羡冲着蓝起人 甜甜地笑了 吃过早饭 蓝西辰和蓝起人都出去了 魏无羡和蓝忘机 一起回到他们住的院子 收拾东西 魏英 可以和我聊聊吗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 想要躲开他的样子 心里实在是躲得慌 在魏无羡躲回房间之前 他还是拦住了魏无羡 魏无羡咬着唇 犹豫了片刻 他还是点了点头 好 就这样 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 并肩坐在院子的秋千上 为什么躲着我 蓝忘机的声音里 带着些许的悲伤 他不明白 为什么他对他这么好 他还要躲避自己 魏无羡坐在蓝忘机的身边 垂着头 声音有低迷 蓝湛 我 我觉得 我可能喜欢上你了 魏无羡紧紧紧捏着秋千的绳索 他在等来自蓝忘机的辱骂和嫌弃 从昨天被江婉淫骂了之后 他从国内的网站上查了好久 他发现这个国家和他生活的国家完全不一样 他们对于同性恋是不怎么接受的 明明蓝忘机对他这么好 但是他却对蓝忘机起了这种肮脏的心思 他会不会被蓝忘机赶出去 魏英 别害怕 蓝忘机感受着魏无羡略微有些颤抖的身体 他伸出手将人抱在怀里 前世的魏无羡在向他表白的时候 并没有见识过来自别人对同性恋的鄙夷 想来昨天经历了江婉淫的指责 他现在心里一定很害怕吧 魏无羡感受着来自蓝忘机的温暖 他转头看去就感受到蓝忘机在他额上落下一吻 我以为再也不会听到你说这句话了 魏英 我也喜欢你 我爱你 被蓝忘机抱在怀里 魏无羡震惊不已 喜欢和爱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感情 但是蓝忘机的所做的一切 却真真实实地告诉他 蓝忘机是爱他的 蓝忘机修长的手指摩擦着魏无羡的耳垂 他克制着自己的冲动 紧紧地抱着魏无羡 和蓝忘机说开了 得到了蓝忘机的回应 魏无羡的情绪终于不再紧绷 回到了之前的样子 只是他和蓝忘机对视的时候 总有一股爱意 弥漫在两人的周围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爱药不言弃 翻外 第五集 哇哦 魏无羡看着面前的别墅 震惊不已 我以为西城哥哥 说的房子是楼房 没有想到 竟然是一栋别墅 蓝忘机站在魏无羡的身旁 笑着对魏无羡道 这栋别墅以后就是你的了 你要是不让我去住 我就只能睡大街了 魏无羡握着蓝忘机的手 笑着道 我何不舍得让你去睡大街 房子已经收拾好了 他们两个只要将自己的东西 放到房间里面就可以了 哇 这里也有一个秋干爱 魏无羡看着别墅院子里的秋千 开心的不得 蓝忘机就站在院子门口 静静地看着魏无羡开心的荡秋干 哇 小兔子也来了 魏无羡从秋干上下来 跑到别墅的角落里 就看到了 他和蓝忘机养的一对小兔子 也被搬到了这里 走吧 我们去屋里看看 蓝忘机牵着魏无羡进了屋里 看到里面的装修 魏无羡的双眼都睁大了 哇 哇 好漂亮啊 装修的颜色是淡蓝色 装点红黑的配色 里面的所有装修 都是蓝忘机 根据魏无羡前世日记里面 自己想要的家来打造的 蓝忘机从背后抱住魏无羡 在他耳边轻声询问 这里是不是你想象中的家 嗯嗯嗯 魏无羡看着房子里面的装修 激动得连连点头 这真的就是他一直 一直幻想的家 蓝湛 谢谢你 魏无羡终于还是没有忍住的落下泪 温热的泪水落在蓝忘机的手背 他心疼的抱紧了怀里的人 乖 别哭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嗯 这是离我们的家 蓝湛 你可不可以一直陪我 魏无羡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 他转过身 眼里带着祈求般看着蓝忘机 睫毛微颤 他也觉得自己有些贪心了 好 我会一直 一直陪着你 知道永远 能够一辈子陪着魏无羡是蓝忘机前世今生都遥不可及的梦想 真好现在 他实现了 两人搬到别墅之后 蓝启仁和蓝西辰很少会过来打扰他们 他们每天完成作业之后都会在他们的家里私混 当然 蓝忘机也是有分寸的 有些事情的底线他还是知道不能破的 高一下学期的时候 蓝忘机犹豫再三 还是将魏无羡送进了聂家的武馆 锻炼身体是一点 重要的是 蓝忘机希望魏无羡能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一个学期没有理会江氏 在失去了蓝氏的订单之后 虽然还存在 但是也已经成为了一个空壳公司 根本不用他们动手 就摇摇欲坠 而江婉营在被温潮霸凌了一个学期之后 已经从被霸凌的无助学生 成功爬上了温潮的床 成为了温潮的床办 为了这件事 温潮曾来找过蓝忘机 并且警告蓝忘机以后 江婉营是被他罩着的 不准再去找江婉营的麻烦 看着江婉营得意的样子 蓝忘机眼里的恨意并未减少 一个周末 蓝忘机接到电话说 温潮带着江婉营去了酒店开房 这钱还是江婉营出的 当即蓝忘机安排人拨打了举报电话 那天晚上 整个酒店都被检查了 而卖歪嫖C中 就有江婉营和温潮的身影 于紫渊和江峰眠 把江婉营从派出所带回家之后 对着江婉营 就是一顿毒打 江婉营哭着江温潮欺负她的事情 说出来的时候 江峰眠都震惊 第二天 他找到蓝忘机 要求蓝氏给江氏赔偿 不然他就将蓝忘机让温潮 霸凌江婉营的事情说出去 江总 你说是我指使的温潮去欺负你儿 请问你有证据吗 蓝忘机的脸色平淡 语气丝毫不慌张 江峰眠看着蓝忘机这么淡定的样子 也有些拿不准了 蓝忘机不过是一个高中生 难道真的还有这么好的心理素质 这是温潮亲口告诉婉营的 你当时还给了温潮两万块钱 蓝忘机站起身 冰冷的脸上带着一抹嘲讽的心 江总 你要是有证据 就只管告我 你要是没有证据 就请不要乱咬人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是不会承认的 蓝忘机做事 向来都是注意细节的 他和温潮见面的时候 去的是没有监控 没有人的地方 就算那两万块钱温潮没有用完 那上面也不会检查到他的指纹 他向来都不是一个好人 更何况 现在是为了保护 魏无羡不被伤害 他不怕成为世间被唾弃的存在 看着蓝忘机的背影 江峰眠知道自己输了 自己想要以此来威胁蓝氏 根本就不可能 蓝忘机离开餐厅 并没有回他和魏无羡的家 他今天和魏无羡请了一上午的假 他今天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 到达蓝氏集团的时候 蓝忘机竟然罕见地 在蓝溪陈这里 见到了蓝启仁 叔父 我今天过来找你们 是有件事要和你们说 看着蓝忘机郑重的模样 蓝溪陈和蓝启仁对视一眼 有些担忧地问道 可是无羡那边有事 虽然魏无羡来他们家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 但是蓝启仁和蓝溪陈 都很喜欢魏无羡 不论是他的性格 还是他的处事方式 都令他们赞不绝口 看着整日和魏无羡待在一起的蓝忘机 今天竟然孤身一人 他们还以为是魏无羡出了什么事情 蓝忘机面色严肃地对着两人摇摇头 走到两人的面前 就那样直挺挺地跪在了两人的面前 忘机 你这是做什么 有什么事情 快起来说蓝溪陈走上前 想要将蓝忘机扶起来 却不想被蓝忘机给阻止了 哥 让我跪着把之后的话说完 看着蓝忘机死活不起来的样子 蓝启仁伸出手 阻止了蓝溪陈就让他说 我看他要说什么 蓝忘机抬起头 认真地看着两人说道 叔父 哥 我喜欢魏英 不 我爱他 我想和他在一起看着蓝忘机坚定的表情 蓝启仁和蓝溪陈对视一眼 果然被他们给猜对了 忘机 你对无限的感情 我们早就看出来了 我们就是想知道 无限对你是什么样的感情 蓝溪陈语气颇为有些无奈地 看着蓝忘机询问道 蓝忘机有些诧异地抬起头看着两人 他一直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殊不知他的心思天地可见 说说 你什么时候对无限起了心思的 蓝启仁面色不变 盯着蓝忘机问道 虽然他和蓝溪陈猜到了蓝忘机对未无限的心思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这蓝忘机到底是什么时候对未无限起的心思 蓝忘机垂下头 唇边带着一抹淡笑 耳垂瞬间就染上了一片飞红 自初见 我便对他一见倾心 真是个罔顾人轮蓝起人指着蓝忘机就要骂 但是话到嘴边好像觉得不太好 才看看停止住 唤了一句 忘机 我们可以不阻拦你们 但是你们现在年龄还小 不定性 若是以后 你们中间有人后悔了 又要如何 蓝溪陈倒是没有蓝起人那般气愤 而是有些担忧地看着蓝忘机 在他的心里 少年人不定性 未来是不可预计的 蓝忘机眼神坚定地看着蓝起人说道 我发誓 这辈子我都不会主动放弃魏英 若是他后悔了 那我一定会放他自由 最后的四个字 蓝忘机说的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但是对于失去过一次魏无限的他来说 有时候 让魏无限开心快乐地生活着 比得到魏无限更加重要 你真的决定了 蓝起人的眼里满是担忧 他也在担心自己二侄子的未来 确定了 这辈子给他不可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爱要不言弃 翻外 第六集 蓝忘机看着蓝起人的双眼认真地回答 这辈子 就算魏无限不和他在一起 那么他也不会爱上任何一个人 他这辈子 就是为了魏无限而来 希望你能做到 不要让无限受到伤害 蓝起人看着蓝忘机坚定的样子 也知道自己是无法阻止他的 只能疲惫地摆摆手 让蓝忘机赶紧从他面前消失 对了 无限是个好苗子 你不要因为自己的私欲 就毁了他的前途 蓝起人到底还是怕蓝忘机 为此把魏无限的学业给耽误了 叔父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对魏英的 咖啡店里 魏无限和聂怀桑面对面坐着 看着正在奋笔集书的聂怀桑 魏无限有些无聊 你说说你 这么简单的题 你都不会 你上课是一点都不听讲吗 聂怀桑从踢海中抬起头 有些无奈地看着面前的人 我听课了 真的听课了 可是那刻吧 我一听就想睡觉 就在这时 魏无限一抬头 就看到了蓝忘机 走进了咖啡店 顿时有些无聊的面上 就带上了笑容 蓝战 我在这挥手示意 直到蓝忘机笑着向他走来 魏无限才对聂怀桑说道 那估计是你老师的讲课方式 不适合你 聂怀桑看着魏无限见到蓝忘机 就那么不值钱的样子 撇撇嘴道 我觉得你的讲课方式很适合我 要不你做我的私教吧 魏无限嫌弃的 看着聂怀桑 不行 你太笨了 一道题要讲好几遍 虽然嫌弃聂怀桑 但是魏无限 还是老老实实地给聂怀桑讲题 一遍听不懂 就再讲一遍 看着正在讲题的两个人 蓝忘机的眼里 闪过一丝笑意 哪怕前世的聂怀桑 一直不想他和魏无限在 起 这一世 他也没有想过 要阻止魏无限和聂怀桑成为朋友 因为在他的心里 聂怀桑就是魏无限的救赎 是唯一一个对魏无限伸出援手的人 蓝忘机 你这一上午去哪了 看把魏无限给急的 都快成望福食了 聂怀桑看着蓝忘机的样子 有些不服气 这蓝忘机 一看就是那种冷冰冰 不尽人情的冰块男 也不知魏无限到底是看上他哪了 非要和他 在一起 蓝忘机没在意聂怀桑的态度 而是在 走到魏无限身边的时候 身上冰冷的气息 才收敛了几分 笑着冲魏无限伸出了手 柔声道 是不是等着急了 魏无限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他握住蓝忘机的手摇了摇头回道 没有 不着急 你慢慢来 按理说 蓝忘机和魏无限 一直腻在一起 时间长了是会腻的 可魏无限和蓝忘机 却怎么都不会腻 哪怕是两人靠在一起看书 谁也不说话 也不会觉得烦腻 你们好歹 也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吗 聂怀桑有些崩溃 只要这两个人站在一起 他们中间就再也容不下任何一个人 包括他 每次他找魏无限讲题的时候 蓝忘机坐在一旁 总有一种他是小三 只要拆散他们俩的感觉 题还没有讲完吗 蓝忘机看向聂怀桑 伸手将聂怀桑的手里的试卷拿了过来 错的也太多了 你这基础太差了 看着蓝忘机不加掩饰的嫌弃 魏无限顿时就忍不住地笑了 在得到聂怀桑的一个白眼之后 又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我要是基础不差的话 找你们补什么课 是因为狗粮不够吃吗 聂怀桑翻了个白眼 伸出手指着卷子上一道错了的题 毫不客气地对蓝忘机道 给我讲这道题 蓝忘机看着聂怀桑理所应该的态度 只能无奈地接过了魏无限的讲师身份 将这一道题讲了三遍 聂怀桑才勉强听懂 你这么笨 是怎么考上云生高中的 蓝忘机有些崩溃 这聂怀桑的接受能力也太差了吧 平常这些题他只要给魏无限讲一遍 魏无限就能举一反三了 聂怀桑拿着笔 着急地想要把自己刚学会的知识 用在这道题上 我没考上 花钱买的魏无限听到聂怀桑的话 顿时一口咖啡 差点喷到他的脸上 这云生不知处 想要花钱买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而且他看过聂怀桑的中考成绩 也是不错的 想来应该是因为他现在的 代课老师讲课的方式 他理解不了 蓝湛 你不要这么说 怀桑不笨 是你用的方法不对 你这样讲 就是再讲两天 他都学不会 魏无限看着聂怀桑 做题那么困难的份上 将试卷拿过来 又给聂怀桑讲了一遍 这次聂怀桑总算是明白了 对 不是我不行 是你不行 聂怀桑冲着蓝忘机冷哼一声 就继续低头去做题了 等试卷做完了 魏无限又将错题给他讲了一遍 三个人才从咖啡店离开 我今天有事 就不请你们吃饭了 聂怀桑看出来 蓝忘机找魏无限有事 他也十分有眼力见的 没有继续做电灯泡 送走了聂怀桑 蓝忘机带着魏无限 去买了一个魏无限最喜欢的蛋糕 两人才回家 车上 魏无限看着蓝忘机问道 你是不是有话和我说 聂怀桑都能看出来的事情 他魏无限又怎么能看不出来呢 嗯 回家说因为未满十八岁 哪怕蓝忘机会开车 他也从来没有开过车 此时车上还有司机 有些话还是要等到私下去说 回到家之后 蓝忘机将魏无限抱在怀里 在魏无限的耳边轻声道 我今天去见叔父和我哥了 我告诉他们 我喜欢你 想要和你在一起 你猜他们怎么说 魏无限听到蓝忘机的话 有些紧张地看着蓝忘机 想要从蓝忘机不苟言笑的脸上 看到一些他担心的事情有没有发生 哎呀 你别闹我了 是让我搬走 还是让你出国 你倒是说啊 魏无限着急的跺脚 这多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去 不和他一起去呢 蓝忘机看魏无限真的着急了 也不再闹他了 直接开口解释道 他们说早就看出来 我对你的心思了 这下轮到魏无限震惊了 不是 他们早就知道 你对我不怀好意 还让你和我一起 从老宅搬出来 蓝忘机伸出手 在魏无限的额头敲了敲 什么叫做不怀好意 谁对你不怀好意了 魏无限护着自己的额头 有些不满地看着蓝忘机 怎么 这是蓝叔父和牺牲哥哥不反对了 你就开始家暴我了是不是 哪怕蓝忘机没有说两人的态度 但是他们能再知道了 蓝忘机的想法之后 还让两人一起出来住就说明 他们是支持的 胡说 我哪里家暴你了 魏英 我今天很开心 魏无限靠在蓝忘机的怀里 他今天也很开心 之前他还有些担心 蓝启仁和蓝锡城会反对 现在他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过年的时候 魏无限和蓝忘机一起回了蓝氏老宅 蓝锡城和蓝锡城也都在等着他们 无限 你跟我来蓝启仁刚看到魏无限和蓝忘机进来 就将魏无限带到了他的书房 蓝启仁有些担忧地看着魏无限 哪怕是听蓝忘机说 魏无限是喜欢他的 蓝启仁还是想要确认一下 毕竟魏无限是寄养在他们家的 万一魏无限不好意思拒绝蓝忘机 他也可以出面阻止蓝忘机再见到魏无限 蓝叔父跟在蓝启仁的身后进了书房 魏无限的心里有些慌乱 他不知道蓝启仁找他做什么 看着蓝启仁严肃的脸 他就怕蓝启仁是因为自己和蓝忘机的事情而找自己的 无限不用害怕 我叫你来是为了你和忘机的是事情 魏无限咬着唇更加的不知所措了 这蓝忘机不是说了蓝启仁不会阻止他们在一起的吗 蓝忘机骗人 看着魏无限的样子 蓝启仁的眼里闪过一丝疑惑 难道蓝忘机真的是威胁魏无限和他在一起的吗 无限 你告诉我 你和忘机是不是在一起 魏无限听到蓝启仁严肃的语气 顿时眼里多了一抹泪花 怎么办 蓝叔父会不会让他离开蓝忘机 他要怎么说 誓死和蓝忘机在一起吗 蓝叔父 我们在一起了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爱药不言气翻外 第七集 说这句话的时候 魏无限没有抬头 声音哽咽 好似有些无尽的委屈 在蓝启仁的心里 已经坐实了魏无限是被蓝忘机强迫的事情 混账 越想越觉得 蓝忘机说的什么 两情相悦 就是在欺骗他 他现在恨不得出去狠狠地揍一顿蓝忘机 被蓝启仁一吼 魏无限更加的难受了 他觉得蓝忘机已经坐了很多了 他也要去做点什么这般想着 魏无限深深吸了一口气 跪在了蓝启仁的面前 抬起头面色严肃地看着他道 叔父 求你让我和蓝站在一起吧 在魏无限跪下的一瞬间 蓝启仁被那声巨响吓到了 他现在顾不得蓝忘机是不是骗他了 他担心的是 魏无限的腿还好吗 哎哟 你这个孩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赶紧起来 快起来蓝启仁着急地伸出手 想要将魏无限扶起来 魏无限忍着膝盖传来的痛楚 摇着头 坚定地看着蓝启仁 叔父 求你了 让我们在一起吧 我一定不会耽误蓝站的前途的 蓝启仁此时终于听懂了魏无限的话 他诧异地看着魏无限 你是说 你不是被蓝忘机逼的 你是自愿跟蓝忘机在一起的 魏无限眨眨眼 有些疑惑地看着蓝启仁 这好像有些不对劲啊 是啊 蓝站没有逼我 是我先喜欢他的 叔父 要打药骂你冲我来就好了 蓝启仁的眉头 紧紧皱了起来 赶紧伸出手将 魏无限服了起来 你先起来 我没有要拆散你们的意思 我是怕你是被他蓝忘机给骗了 啊 魏无限眨眨眼 不明白为什么蓝启仁会觉得 他是被蓝忘机给逼迫的 快起来 蓝启仁急忙将魏无限给扶起来 让魏无限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将裤子撸上去 露出了伤痕累累的膝盖 顿时就心疼地说不出话 你这个傻孩子 你这是做什么呀 我就想要问问你们的情况 你至于这样吗 魏无限小心翼翼地看着 蹲在他身前的蓝启 我以为叔父是不想我们在一起 蓝启仁有些恨铁不成钢地叹了一口气 起身离开了书房 魏无限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虽然膝盖很疼 但是真的不影响他现在很开心 唇角的笑怎么也压不下去 果 蓝启仁是在厨房找到蓝启臣和蓝忘机的 虽然蓝家有保姆 但是他们还是喜欢在重大节日的时候 自己动手做饭 忘机 快过来 蓝忘机看着蓝启仁焦急的样子 急忙擦了擦手 摘下身上的围裙 走到蓝启仁的身边询问道 叔父 怎么了 蓝启仁叹了一口气 有些埋怨地看着蓝忘机说道 蓝忘机受了点伤 还在书房里面 我已经联系温医生过来了 你先去看看他 得知魏无限受伤了 蓝忘机来不及多问 将围裙塞到蓝启仁的手里 就往书房跑去 卫英 你怎么样 刚跑进书房 蓝忘机一眼就看到了魏无限红肿的双膝 担忧地看着魏无限询问 卫英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弄这样 看着蓝忘机着急的额头上 都是汗水 原本冷静自持的瞳孔里 此时也满是担忧 修长的手指 在他的膝盖上 想碰有不敢碰 小心翼翼的样子 让魏无限的心里 满是愧疚 没事 就是 我魏无限的脸有些发红 有些不好意思说自己受伤的原因 蓝忘机抬起头 着急地询问着魏无限 是不是叔父欺负你了 魏无限急忙拉着蓝忘机的手解释 这要是再不解释 蓝启仁就要为他的受伤背锅了 不是的 是我没有理解蓝叔父话里的意思 还以为他是不想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就想着跪下来 求求他 告诉我 他我对你是真心的 也不知道是用力过猛 还是因为我身体太过较弱了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蓝忘机哪里不明白 魏无限话里的意思 肯定就是因为太过于着急 用力过猛 才导致的双腿 成为了这个样子 双手不敢触碰魏无限的双膝 只能低下头 温柔地吹着魏无限红肿的双膝 看着蓝忘机小心翼翼的模样 魏无限的心里暖暖的 这是他从未得到过的温暖 他想要抓住这个温暖 温医生来的速度很快 检查了一番魏无限的膝盖之后 确定只是皮外伤没有大碍 留下了爹打药剂之后 就离开了 吃年夜饭的时候 魏无限是被蓝忘机抱着出现的 当时蓝溪成和蓝启人都震惊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魏无限的腿废了呢 蓝湛 你放我下来 我能自己走 在他们家的时候 蓝忘机经常抱着他做这个 做那个 他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但是现在被蓝溪成和蓝启人看着 顿时他就红温了 你腿受伤了 不方便行走 蓝忘机脸色如常的 抱着魏无限回道 魏无限看着蓝忘机坚持的样子 只能将自己的脸埋在蓝忘机的脖梗间 小声地说道 被他们看着 好羞耻啊 蓝忘机听到魏无限的话 抬起头 眼神冰冷地看着蓝溪成和蓝启人 迫于蓝忘机身上的压力 蓝启人和蓝溪成都自觉地转过头 继续忙活自己手里的事情 看着两人都移开了视线 蓝忘机的眼里 才闪过满意的神情 垂下头低声对魏无限道 放心 没有人看你魏无限疑惑地抬起头 看了一眼蓝溪成和蓝启人 看着他们正在低头 忙着自己手里的事情 心里稍稍地放松了一些 但是毕竟都是在一间屋里 魏无限还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那你走快点 赶紧将我放下蓝忘机也知道 没有经历那些事情的魏无限 脸皮有些薄 当即也没有继续闹他 快步将他送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这算是魏无限在蓝家过的第一个年 蓝家人很重视 每个菜都是他们亲手做的 饱含了他们对魏无限的欢迎等于 无限 这是你在我们家过的第一个新年 这第一杯 我祝你日后学业进步 生活美满 蓝家是不喝酒的 所以蓝家人的手里端着试茶 他们都是以茶代酒 魏无急忙端起自己面前的茶 想要站起来感谢蓝家人 却不想被蓝忘机给阻止了 你的腿有伤 你坐着就可以 啊 魏无限震惊地看着蓝忘机 这不好吧 这不礼貌吧 没事 你有什么话坐着说就行 蓝家人也开口阻止了 魏无限站起身 因着蓝起人这一句话 魏无限只觉得自己的脸色有些脏红 这蓝忘机要干嘛啊 他不要脸 自己还要脸呢 不过蓝起人都开口了 魏无限也就没有强行站起来 他端着自己手里的茶杯 对蓝起人说道 蓝叔父 感谢您这半年来的照顾 之前我听到很多人说您很古板 还以为您会再知道我和蓝战 在一起的时候将我赶出去 所以我在书房里才会那么着急 不过现在我知道了 您是一个开明的家长 是一个疼爱小辈的家长 西城哥哥 虽然您平时很忙 我们接触的不多 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 您是真的把我当作自己的弟弟来对待 谢谢你们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也要谢谢蓝 战 魏无限转头看着身边的蓝忘机 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 他最应该的感谢的人 就是蓝忘机呀 谢谢蓝战给了我一个如此幸福美好的家 有时候魏无限会想 明明他是一个戒备心很重的人 为什么会在第一次见到蓝忘机的时候 就答应来他家里住呢 也很庆幸 当初他没有拒绝蓝忘机的邀请 不然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 开心 和蓝忘机在一起 魏无限甚至都不用说什么 很多时候 只要他一个眼神 蓝忘机就知道他想要什么 什么都不用操心 很多时候 他也会担心 蓝忘机这样做 会不会很累 会不会厌烦 但是魏无限发现 他如果要可以避开蓝忘机的话 蓝忘机会焦躁 会满眼悲伤地看着自己 仿佛已经失去了自己一般的痛苦 他舍不得蓝忘机这么痛苦 所以他开始大胆地 信任他我 将自己全身心地交给他 蓝忘机握住魏无限的手 眼里溢满了爱意 语气郑重地对魏无限说道 魏英 我今生所求不多 只要你幸福快乐 即可看着蓝忘机眼里 快要溢出来的爱意 魏无限的胸口麻麻胀胀的 原来被人爱着是这种感觉吗 两人毫无顾忌 在蓝西辰和蓝启人的面前秀恩爱 一时间让在场的两人 都觉得恨不得立刻消失 看着视线快要拉出丝的两个人 蓝启人知 只觉得这年夜饭还没有开始吃呢 就有些噎得慌了 怕等会吃不下年夜饭 只得伸出手在面前的桌子上敲了敲 等到魏无限和蓝忘机回神 看过来的时候 蓝启人才倾咳一声道 吃饭吧 不然一会凉了 被惊醒的魏无限 脸上带着一抹红韵 有些不好意思去看蓝启人和蓝西辰 蓝忘机的脸色 显得比魏无限要做镇定的 多拿起筷子 加了到魏无限喜欢的菜 放过在魏无限面前的小碗里 尝尝好不好吃 蓝家人的口味 都是清淡偏甜口的 但是魏无限的口味比较重 喜欢吃辣的 自从魏无限来了蓝家之后 哪怕只有他一个人吃辣 饭桌上也要有一半的辣菜 魏无限拿起筷子 将菜放进嘴里 眼里带着笑意 很好吃 看着两人旁若无人的样子 蓝西辰往蓝启人的身边 靠了靠小声地问道 叔父 你有没有觉得 这饭还没吃 就噎得慌 蓝启人板着脸 捋了捋自己的胡子 撇了蓝西辰一眼道 要是眼馋 自己去找个女朋友 不就行了 蓝西辰心头一睹 二十多年了 他还是第一次被催婚 这感觉真不好 不过他也没有生气 而是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我这不是怕你一个人 更噎得慌了 蓝启人听到了 蓝西辰的小声地嘟囔 死死地捏着手里的筷子 从牙缝里寄出一句 蓝西辰你的餐桌礼仪呢 食不言是不是旺旺 听过到蓝启人的话 蓝西辰露出了 无可奈何的表情 他说的 可不就是事实吗 为什么要凶他 一顿年夜饭吃得很开心 这是蓝家第一次 没有遵守食不言的规矩 吃完饭之后 四个人围坐在客厅里 电视里 放着春节联欢晚会 众人在那里谈论着事情 魏无羡很少能看到联欢晚会 再所以他窝在蓝旺姬的怀里 看得津津有味 蓝旺姬手里包着瓜子 适不适地往魏无羡的嘴里塞一颗 听说荆家认回来一个私生子 虽然蓝启人 一直都在忙学校的事情 但是对于商场上的事情 也是很关注的 蓝锡城递给梅人一杯茶 温和地说道 是 子萱说是一个很有能力 很有野心的人 金光瑶的年龄 比蓝旺姬和魏无羡大一些 他现在已经是大三了 而蓝锡城和金子萱是同龄人 已经毕业几年了 和没有大学毕业 就接手蓝氏不同 金子萱到现在 在今世连一点实际的权力都没有 金光善这个人 虽然能力不行 但是会识人 他看中的人 对他都是忠心耿耿的 对于权力他握得更紧 不准任何一个人触碰 蓝旺姬听到这个消息 眼光微闪 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魏无羡的事情 要不是当年金光瑶在后面推动 他也不至于会走到跳楼的地步 当然只对付于金光瑶一个人是不行的 没有金家的支持 金光瑶也没有能力去对付魏无羡 说到底这件事 金家也脱不了干系 蓝旺姬就是来复仇的 对金子萱有感谢 也不会让他 是对金家和金光瑶手下留情 蓝湛 你捏腾我了魏无羡 从蓝旺姬的怀里的坐起来 揉着自己的肩膀 蓝旺姬的手劲本来就大 他在想事情的事情 没有注意力度 顿时就捏得魏无羡的肩膀生疼 蓝锡陈将魏无羡和蓝旺姬的茶放在他们面前 欲气担忧地看着蓝旺姬道 旺姬 你的手劲本来就大 以后要小心点 别伤着无羡 蓝旺姬的眼里满是愧疚 歉意地对魏无羡道 魏英 你还好吗 我刚才只顾着想事情了 下次我一定注意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爱要不言弃 翻外 第八集 听到蓝旺姬的道歉 魏无羡的脸上 很快就布满了笑意 他放下揉着肩膀的手 抱着蓝旺姬道 我接受你的道歉了 你以后可要小心点啊 蓝旺姬笑着点头 我以后会小心地说着 还在魏无羡的额头落下一吻 魏无羡的脸顿时就红了 瞥了一眼旁边目不斜视的 蓝旺姬和蓝旗仁 才红着脸 继续看联欢晚会 看着魏无羡容易害羞的样子 蓝旗仁和蓝旗仁的脸上 都布满了笑意 他们在一起之后 不知道魏无羡变了多少 反正在他们的眼里 蓝旺姬是真的变了 变得爱笑了 比以前活泼多了 大年初一的早上 魏无羡不想起床 蓝旺姬也没有叫她 蓝家 三人吃了早饭 就个人忙个人的去了 他们今天虽然不用出门拜年 但是会有人来给他们拜年 蓝旗仁和蓝锡臣 要招待客人 蓝旗仁叮嘱了一声 蓝旺姬给魏无羡 备好早饭就离开了 蓝旺姬来到魏无羡的卧室 坐在床边看着魏无羡的睡颜 不知道梦到了什么 唇边还带着一抹笑 握着魏无羡的手 蓝旺姬陷入了沉思 过完年她要对金光瑶动手了 至于金家那边要怎么办 金子轩那边要不要交代一下 她都在犹豫 动金光瑶必定会伤及金氏 一旦通知了金子轩 只怕金子轩就有了防备 金氏就不那么好动了 她也就动不了金光瑶了 犹豫再三 魏无羡还是决定要对金光瑶动手 至于金子轩 日后再从另一个地方补偿她吧 因为手碎魏无羡熬到了两点多才睡 蓝旺姬比魏无羡睡得还要晚 只是在魏无羡的床边坐了一会 就发现有些睁不开眼了 她脱了外套 躺在魏无羡的身边 将魏无羡抱在怀里 又沉沉地睡去了 魏无羡着急上厕所 眼都没有睁开 就从床上爬下来 往厕所跑去 就连床上多了一个人都没有发现 蓝旺姬被魏无羡惊醒了 就那么躺在床上 看着魏无羡跑进了厕所 然后又闭着眼睛跑了回来 长臂一卷 魏无羡就被蓝旺姬抱在了怀里 蓝旺姬低头就稳住了 魏无羡泛红的唇 一双桃花眼瞬间大睁 直到看清楚 亲吻自己的人是谁 才放松下来 伸出手抱住蓝旺姬的脖子 回应着这个激烈的吻 一吻过后 魏无羡的脸颊 泛着不正常的潮红 红润的双唇微微张开 眼里的桃花眼眼尾 带着一抹红韵 靠在蓝旺姬的怀里 大口大口地喘息 蓝旺姬就那么静静地 看着怀里的小人 淡漠的双眼 此时充满了情欲 下意识地舔了舔薄唇 有些意犹未尽 蓝旺 你怎么会在我的床上 平息了胸腔的情绪 魏无羡总算是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了 想你了 蓝旺姬声音有些阴雅 修长的手指揉捏着魏无羡的耳垂 很快白皙的耳垂 就在蓝旺姬的柔捏下 镀上了迷人的粉色 魏无羡眨眨眨眼 他总觉得蓝旺姬此时 有些不太对劲 所以他很乖巧地 躺在蓝旺姬的怀里道 我饿了 蓝旺姬就喜欢 魏无羡这呆萌的样子 唇边勾起一抹笑 温生回道 厨房给你留了饭菜 我去给你端 魏无羡迟钝的大脑才想起来 今天是大年初一蓝战 今天初一我是不是起晚了 看着魏无羡紧张的样子 蓝旺姬笑着安抚 别在意那么多 你是因为昨天晚上睡得晚了 才会起晚的 不担心 魏无羡依旧没有被安慰到 他满脸紧张地 看着蓝旺姬拦战 蓝叔父会不会觉得我很懒 蓝旺姬有些无奈 看着满脸紧张的魏无羡未应 放松些 在家里不要那么在意他们的看法 他们很宠你的 今天早上 你没有起床吃饭 叔父没有责怪你 还贴心地让我给你留些饭菜 你可以试着把我们 把叔父和我哥 当成自己的家人 魏无羡听到蓝旺姬的话 眉头有些不安地皱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说道 可是我 我也不知道要和家人怎么相处啊 听着魏无羡的话 蓝旺姬的眼里 闪过一丝心疼 他总算知道 为什么前世的魏无羡 后期会变成那个样子 是因为常年身边都没有陪伴吧 他曾听小星辰说过 小星月和魏长泽 本来是没有打算要孩子的 但是意外有了魏无羡 他们舍不得放弃就留下了 可是工作特殊 他们只能将魏无羡 安排在他们出任务的城市里 根本不敢将魏无羡 带在身边 这也就导致了 魏无羡虽然有爸妈 却从小和飞庸生活在一起 魏无羡学习的所有知识 都是他的父母 在他来之前 利用一年的时间学会的 虽然看着他学习好 但是他真的很吃力 这一世蓝旺姬 一直陪在魏无羡的身边 才知道 魏无羡为了学习 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 更不要提前 是他被欺负之后 依旧能和他一起稳居一 明要付出多少的努力了 蓝旺姬翻了个身 面对着魏无羡到家人就时 就算你把天捅出一个窟窿 他们还会担心地 问你有没有受伤 魏无羡惊讶地 看着蓝旺姬不会被骂吗 当然不会 他们会无底线地宠着你 包容你 魏英 答应我 不要再小心翼翼地 觉得会有人不喜欢你 我告诉你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 自从大年初一 蓝旺姬对魏无羡说过那些话之后 魏无羡在蓝家的态度 也变得随意了很多 哪怕魏无羡毫无形象地躺在沙发上 蓝旗仁总会以看不到 就是没有发生的态度 从他面前走过 蓝叔父 这天蓝旺姬 因为有事要去做 魏无羡觉得太冷 不想出门就留在家里 当他看着蓝旗仁 从外面就像是没有看到 他一样走了进来 有些好奇地叫住了蓝旗仁 蓝旗仁捋着胡子 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魏无羡 魏无羡从沙发上坐起来 满脸笑意地跑到蓝旗仁的身边 抱着蓝旗仁的胳膊问道 蓝叔父 我问你一个事情 人家都说 你是老 规矩可多了 可是为什么你看到我躺在沙发上都不说我呢 魏无羡差一点就把别人说的 蓝旗仁是老古板的话说了出来 他要是真说了 那蓝叔父要多伤心啊 蓝旗仁自是听出了魏无羡话里的意思 不过他并没有生气 而是笑呵呵地对魏无羡说到无羡 你说这是哪里啊 魏无羡眨眨眨眼 有些不解地打量着四周 然后看向蓝旗仁说到这里是蓝家老宅啊 蓝旗仁摇头不对 这里是家 既然是家 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魏无羡顿时感动得不得了 因为他知道 蓝旗仁这话 只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不管是蓝旺姬 还是蓝西辰在老宅 也都是板板正正的 不仅在老宅 就是在他们的别墅里 蓝旺姬的仪态也是满分的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蓝散过 有了蓝旗仁的回答 魏无羡对于蓝家更加的有归属感了 也随意了很多 不会每天都逼着自己早起 这天一早 魏无羡接到了一个宋子琛的电话 我小舅舅来了 在蓝家这半年来 他都快要忘记自己还有家人了 盯着已经黑下去的屏幕 魏无羡叹了一口气 家里来人 他还是要去见一见的 蓝阵 我今天要出去 魏无羡穿好衣服 找到正在工作的蓝旺姬 现在寒假期间 他被了蓝西辰抓了寒假工 郑天在家里处理文件 要我陪你吗 蓝旺姬喜欢魏无羡 但不是那种要时刻跟在他身边的 若是魏无羡想要他陪 他才会陪着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得失 让魏无羡觉得很窒息 不用 我小舅舅来了 我去见一面魏无羡 敏了敏纯 他其实也想要把蓝旺姬 介绍给自己的家里人 但是突然介绍太过于着急了 还是要一步一步来 今天先给家里人通个气 打个预防针吧 好 注意安全 我等你回来蓝旺姬的毛子里 满是眷恋 他的魏英 就应该像现在这样开心幸福 无忧无虑的 魏无羡坐着家里的车 去了和宋子琛约好的咖啡厅 刚到咖啡厅 他就看到了咖啡厅里 最是扬眼的两个人 两个人的气质突出 面旁俊美 唇角含笑 说实话 魏无羡并不想打扰他们之间的气氛 无羡来了 宋子琛是第一个发现魏无羡来了的 他挥手冲着魏无羡打招呼 魏无羡走到两人的身边 对着跟过来的服务员说道 一杯牛奶 魏无羡从来不喝咖啡 因为他对咖啡因很敏感 一口咖啡会让他两天睡不着觉 小舅舅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魏无羡看向坐在他身边的小星辰 哪怕他现在也在姑苏 小星辰从部队回来 也不会来找他 而是直接去宋子琛那里 昨天回来的 给 小星辰递给魏无羡一张银行卡 魏无羡看着那张银行卡 眼里闪过一丝不满 他的父母和小舅舅 什么都不会 就会给他钱 可是他缺的根本就不是钱 我有钱 不要 魏无羡垂下眸子 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小星辰给他的钱 嗯 小星辰有些疑惑的看着魏无羡 想了一下 带着笑意开口 我听说 你现在有了寄养家庭 这个钱是要给他们的 魏无羡摇了摇头到我有钱 不用你的钱 小星辰的眉头微醋 他来之前问过他姐姐姐夫 他们说 这半年没有给过魏无羡钱 魏无羡刚来的时候 才带了几万块钱 这半年的时间肯定是不够花的 听到魏无羡说他有钱 小星辰收敛了脸上的笑意 他严肃地看着魏无羡 无羡 你哪来的钱 魏无羡的眉头微醋 他就是不喜欢他们这样 从来不问原因 张口就是质问 我寄养的家庭 没有要我的钱 我把我所有的钱 给我男朋友 让他帮我投资了 现在应该是原来的几倍了 魏无羡对于钱财 从未放在心上 他所需要的东西 都是蓝起人 或者蓝忘机准备的 在蓝家 甚至比他在国外的生活 还要开心自在 男朋友 小星辰的声调都高了几分 他打量着魏无羡白皙的脸庞 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他的嘴里 竟然会传出来 男朋友这么一个词 魏无羡直直地 盯着小星辰的眼睛 丝毫没有避开的意思 点了点头 语气郑重地说道 对 我有男朋友了 下次见面 我会带他来见你小星辰 看向魏无羡的眼里 有一丝复杂 魏无羡从小就是他带大的 可以说 魏无羡跟他在一起的时间 甚至比跟他父母 在一起的时间都要长 许久之后 他张了张嘴 声音嘶哑地开口问道 必须是男朋友吗 宋紫辰听到这话 猛地转头看向小星辰 眼里满是不可思议 这是不能接受的意思吗 魏无羡好似早就知道 小星辰会这么问 微微笑反问道 小舅舅 若是紫辰哥结婚了 你休假出来 要去哪里呢 魏无羡走了 宋紫辰和小星辰坐在原地 谁也没有开口 但是宋紫辰却觉得 这种安静真的让人心里憋得慌 他默认了小星辰休假 就来找他的事实 他以为 他们是心照不宣 但是他从没有想过 小星辰到底会不会接受这种关系 宋紫辰抬起手 松了松自己脖子上的领带 将自己面前的咖啡一引而进 站起身看着小星辰道 走吧 时间也不早了 小星辰缓缓抬起头 看着宋紫辰的双眼 那双眼里的神情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去看懂 从未想过要去深究 魏无羡回去之后 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将小星辰递给他的银行 扔到蓝忘机的面前 一脸气愤地坐在蓝忘机的身边 蓝忘机感受到魏无羡的情绪不对劲 将自己正在忙碌的资料放下 伸出手将魏无羡抱在怀澳 魏英 你怎么才回来 这么长时间不见你 我快要得相思病了 魏无羡满是怒气的脸上 瞬间患上了担忧的神情 我出去了很长时间吗 他就是 去咖啡厅坐了一下 说了没有三句话就回来了 时间不长啊 掏出手机看了一下 果然他没有猜错 前后出去还没有一个小时 蓝湛 别闹了 这前后才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魏无羡虽然语气很是无奈 但是他的脸上却带着笑意 因为他很喜欢蓝忘机这么黏着他 会给他一种自己很重要的感觉 蓝忘机抱着魏无羡 一本正经地说道 俗话说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这一个小时没见就将近是一个月没见 我自然想你想的发疯 听着蓝忘机丝毫没有逻辑的话 魏无羡的脸再也捧不住了 直接在蓝忘机的怀里笑得前仰后合的 蓝湛 哪有你这样理解这句话的 看着魏无羡的怒气被笑容所代替 蓝忘机的心里总算是放松了下来 这么用就是为了告诉你 魏英 我想你了看着蓝忘机眼里画不开的爱意 魏无羡心里最后一点怒气也消失得干干净净 他或人的毛子里戴上了笑意 双手捧着蓝忘机的脸 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蓝忘机的唇 蓝忘机伸出手 抱着魏无羡 一用力就将他压在身下 真是个会勾人的小妖精 那像是品尝美味佳肴地吻轻的他内心麻麻痒痒的 恨不得一口气将人拆入腹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